好,谢谢各位记者先生 今天我们临时召开我们这个记者会 最主要的目的是回应 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 江冲淵竞选办公室 稍早9点半提出的这个召开的记者会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回应 第一点,我代表台湾民众党宜兰县党部 在这边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有关于2022年 这个我们的地方选举 我们所提出的候选人 我们第一个在这边 我们台湾民众党是经过严格的筛选 那我们在相信很多的这个 我们有提出 比如说这个要求最严格的部分 就是有提出这个无犯罪证明 梁明正还有经过我们党内的严格考核 其实都是一时之选 那尤其在年纪方面 这个部分我敢说是我们权限 所有政党提出平均年龄最低的一个政党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很多年难年轻人来一起 来参与我们地方的公共事务 当然年轻人我们刚刚讲 他的好处是非常的有冲劲有热情 但是我们也知道年轻人就是我们刚刚讲 在经济条件方面 在经济条件方面比较 这个刚出社会的话 比较没有那么有经济能力 在所有的资源方面也比较没有 但是我们台湾民众党愿意 在宜兰县这个地方 让年轻人 只要有他对我们的公共事务 有这个热情 有这个抱负 还有对未来的宜兰有愿景的话 我们台湾民众党都愿意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所提出的 这个候选人的部分 可以说是我们权限最年轻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部分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们有热情 在这个部分下面 一继续来这个推动 那我们宜兰县长候选人陈婉慧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讲的 他现在的职务是我们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 那我们从我们这个前年 我们在宜兰县成立党部以来 那我们也配合着我们立法委员邱成远的部分 在宜兰县我们就设立了服务处 很多的中央机关 我们有很多的议员议会 这个还有各级民意代表 但是那他们只能针对宜兰县政府 将正式工作的部分 来提出来做选民的服务 但是对于中央机关的部分 我们目前在区域立委方面只有一位 所以我们柯文哲主席就非常注重 我们宜兰的乡亲 宜兰的这个同胞 然后特别在我们宜兰县 派出了我们的区 不分区立委在宜兰县设服务处 在这将近两年的期间 非常多的服务案件 我在相信很多的乡亲都有来过这里 我在相信这是有目共睹的 那我们陈婉会 他是立法会团的主任 在我们宜兰县的服务的案件 我在这边我可以讲一句 只要我们是以我们宜兰县的服务案件 到立法院他都是紧盯帮忙追踪 在这个部分下面 他对我们宜兰县的乡亲 还有宜兰县的服务 是从来不落人后 在这一点我可以提出一个来 来保证 那我们现在请 不当兴顾大家的时间 我现在请我们陈婉慧 宜兰县现场参选人陈婉慧 来跟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谢谢 好 谢谢华哥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想针对稍早 我们江聪渊 江市长他的竞选办公室 所提出来的 有关这个台湾立场的部分 虽然他的标题讲台湾立场 但我看起来从头到尾都在评价我这个人 所以刚刚也谢华哥 我想我们台湾民众党是一个新兴的政党 在宜兰这边我们不是今天这个 今年出来选举的时候才开始做服务 我们在党部两年前就成立了 那像刚刚主委讲到的 因为我自己其实本来是 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这个科批的一个海选 我本来现在也还是第十届 不分区立委的排名第九 所以呢在党部成立之后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宜兰的这个居民 所以呢从党部这边有非常多的一个陈情案 就像刚刚华哥讲到的 我们的宜兰只有一席立委 那每天我们是一个乡镇 有这么多的一个服务的案件 所以也会有一些案件会送到我们台湾民众党党部来 所以呢只要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案件 主委这边跟我们执行长都会由我来这边跟立法院 跟成员委员一起来做一个相关的服务 所以我想我们在宜兰这边做服务 不是今年才开始 所以这个是要郑重的跟大家讲的 那各式各样的案件 我们都有在做服务 不管是有关基层的远向图目 测量员的一些基本劳动权益 或是教育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学校的一些经费的争取 我想我们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那回来讲 刚刚这个今天将市长办公室所提出来的相关的一些质疑 那我想先来谈谈所谓的台湾价值 台湾价值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扣题 既然你的这个 我想民进党 他最常惯用的手法 就是谈抗中保财 那这一题我想我在非常多的地方 把我们的这个在宜然跑的时候 我也听到非常多的年轻人说 他不会再被民进党骗 因为他已经讲了这样的 抗中保财讲了很久了 所以当每次选举选到最后 现在进入倒数15天的时候 你又要开始用爱台湾本土 这样的字眼来骗年轻人吗 我非常慎重的告诉民进党 年轻人不会再被你骗了 我相信我们的年轻人 他有他们的一个想法 刚刚呢 看起来是在检验我们台湾民众党的台湾立场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 不管是陈经德前辈 或是这个我们的俊宇前辈 他们都提到了 其实还是非常这个选举的考量 里面甚至讲到说 我是国民党的侧义 我觉得真的是用笑识来形容 我从参选以来 8月份 大家回去回番所有的新闻 我都在接林姿庙的币 我请问一下 我有没有一个侧义做到这种程度 我在做他侧义 然后我不断做他的接币 江冲冤的部分 我从头到尾只开过一次记者会 他也不自己出来回应 叫市公所出来回应 所以我只能说除了笑死之外 我想江冲冤的阵营一定是慌了 为什么慌了 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民调 应该非常清楚的显示 在我们台湾民众党出现之后 他们想要好好的高举 原先在宜兰这边 他们在用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价值 他要继续举这个旗 而江冲冤这个人 是不是民进党 在陈定南时代之后 还对得起宜兰的一个代表 我想 所有的泄民可以自己 用你的眼睛看清楚 会来讲陈经德 他基本上是我们的 很重要的宜兰的前辈 我本来也是非常的尊重他 但是我想今天他竟然站出来 担任这个江冲冤市长办公室的一个 他们现在有个发言的系统 那他提到的有关我个人的部分 我想我就不多说 但是我在桌上放了几个牌子 不管是在他的这个任内 有关农地不农用 放宽这个农舍的管制 然后自己甚至盖违建的农舍 我请问这是台湾价值吗 你把空屋排放的这个标准放宽 请问这是台湾价值吗 你眼睁着看着江西天主坛 被人家连夜拆除 请问这是台湾价值吗 这些作为不都是你曾经的代理县长 在做宽兰代理县长的时候 所做出来的事情吗 你好意思跟我们宽兰人说台湾价值 台湾价值这四个字 已经被民进党一再的一再的消费 把它当作自己便职无能的党箭牌 甚至是升官发财的免死金牌 我想宽兰固然要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要牺牲这些青山绿水的好空气 失落了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 请问我们宽兰还能保有什么 所以我提出的宽兰更水 这个这张证件就是我的 我的证件也是我的应征信 我昨天也提到这个应征信 在这几天已经都发送到 我们宽兰泉民的一个手上 我想我从昨天晚上我其实就想讲 我们不要再互泼脏水 但是今天你江葱渊办公室 开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我还是希望回来告诉你 我所提出的宽兰更水的这个证件 不但是宽兰所珍惜的价值 也是全台湾可以共同守护的这个价值 而这些价值跟当今的普世价值都是一致的 实践我们的普世价值 才是我们认为全台湾应该有的台湾价值 谢谢 好 我们谢谢我们的陈县长候选人 那我们各位记者先生 还有什么要提问的 我想最近的这个民进党的 我们的荒腔走板已经不是宜兰县了 那曾经德他跳出来讲说我们是诈骗阶段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我真的很不想讲 但是陈时中前卫福部长 最近因为高端的事情在立法院被讨论很多 民进党他只有双标 有关高端的疫苗我就拿出来做例子 你真的有疼惜我们台湾人的生命 你在当时要进BNT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民团他想要来买BNT 你都不让他好好的过这个EUA 这个高端这一支疫苗 你让他一路开绿的两个月 就处理好所有的EUA 我请问一下谁才是诈骗集团 是谁口口声声说爱台湾 但是却把台湾人民的生命 这样子放在一个 我们看不到明年疫苗 大家为了抢疫苗 抢到排队跌倒 老人家那些画面 排什么快筛 排了很久 要做个这个检测也要排很久 这些画面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民进党 请问你有什么样子的脸来讲 我们是诈骗集团 先检验你自己 以上 还有什么提问 OK好 那我们记者会到此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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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